我以为如果我变得强大一点 就可以不需要面对这些理念 不想有一天后悔 只因为自己懦弱 就算我真的走到悬崖边 就算你们都说不要往前 笔记已和响 原谅我已无反顾 往下逃 当年你总如何忘记一个朋友 请你们再一次 试着忘记我吧 时间会流逝过去 你会有新的相遇 如果我最后总要合上眼 沉睡吧 梦里再一次相见 请你别留恋 我知道你很熟练 可以吗 感谢 在无邪最困难的时候 一直有这么多好的朋友 一直陪在他身边 然后今天呢 他这些好朋友也都来到了现场 我们现在有请灰头土脸的哥哥们 我还要问他 已经整理疗了 进去 今天最沉默的群 很厉害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练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们 我们大家有一个ending pose 给我们一个拍照的时间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来跟各位网友更多的互动 是 我们有没有什么男团的pose啊 龙哥 男团pose有吗 男团 我们重启男团有pose吗 有 好的 来 我们请往台前走 有没有 好 那这样吧 我们提一个新的要求 既然是男团 我们以一个男团亮相的方式 走到我们的主舞台 好不好 我说三 二 一 大家一起往前走 男团亮相啊 我们的重启男团正式亮相 三 二 一 欢迎重启男团 欢迎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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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一起看中间的老师 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 我们男团的男团照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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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主唱来到我们今天的见面会 那这样既然今天是我们的重启男团和大家见面 我们邀请每个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团内的什么担当 好不好 没错 每个人 我们从龙哥先开始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在重启男团中是什么担当 在重启当中是谋略担当 谋略担当 无邪 陈老师 在重启里面也是谋略担当 也是谋略担当 我的台本里您明明是幽默担当啊 对 就是我粉丝说的 粉丝说的 粉丝说的 好嘞 小哥 我是武力担当 武力担当我们的张启玲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君豪 谢老板 谢老板 在重启里面 您是什么担当 我是执着担当 执着担当 执着啊 执着 执着 好 执着担当 来 刘畅 刘丧是什么担当 刘丧是追星担当 追星担当 追星担当 对 好 接下来乌立鹏 复仇担当 将不算 复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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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瓦尔呢 可爱担当 砍尖 可爱担当 砍尖 好 则男 范一泽 范一泽 我身高担当 二斤 老范很高 这个还是很明显就能看出来的 身高担当 OK 接下来 则男 耿直担当 李佳乐 耿直担当 高齐昌 高齐昌 社畜担当 社畜担当 有点害怕 社畜担当 有点紧张 见到这么多人 是不是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的重启男团齐聚在现场了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发来了很多的问题要来拷问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好 那我们首先来问问各位啊 如果不演现在自己的这个角色最想挑战剧中谁的角色 龙哥如果不演无邪您想挑战谁 角色至换的话 角色至换 演灰太郎 演个反派是吗 想挑战反派 焦太郎 焦太郎 对对对 焦太郎吧 对对焦太郎 灰太郎那是喜羊羊里的 是我们冲击里的 焦老板说的很可爱 焦太郎 好 那陈老师呢 浩哥粉丝想问您一下 您如果不演胖爷的话 您想挑战谁的角色 雅女 得嘞 雅女 小哥呢 俊杰如果不演小哥 您想挑战谁的角色 胖爷 挑战胖爷的角色啊 对因为话多 词多话多 想要当一个话牢 是 刘桑如果不追星想挑战谁的角色 不是刘桑了 刘畅想演谁 想演那个十一苍里 位高权重的老鞭公 好 很具体 我再点一位吧 因为刚刚龙哥说 想演焦太郎 那焦太郎 如果您不演焦老板的话 您想演谁 男团的角色里面 您想演谁 谁都演不了 没有 演武邪也没他帅 演胖也没他胖 小哥呢 他几百岁也没他老 我还是演我自己吧 还是演焦太郎 还是焦太郎 焦太郎算了 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个问题是 在重启半年的拍摄中 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们先来问问龙哥 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最深刻的一场戏 是 其实 对于我来说 就拍到后半段的时候 这可以说是吧 可以说 大家都很想听 就拍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有一场戏是我们铁三角 然后 因为当时 因为小哥的那些血 可以 可以 然后我们就 唇好笔活 唇好笔活 大家懂了 就是那个意思 大家get到了 是吧 明白了 那精彩的剧集 我们还是期待着我们的第二季 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老范 在我们的这个半年的拍摄中 你觉得印象深刻 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最深刻的一场戏 应该是我去收铺子那场戏啊 那也是我的最后一场戏 那个铺子当时是很难收的 我记得 很难收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现场 谁把马峰我捅了 全是马峰 没法拍 真实的马峰 你问王萌 他拿那个扫把其实不是赶我 他是赶马峰的 你知道吗 那最后呢 是把这个马峰清掉 后来我们用烟饼熏啊 用风扇吹啊 后来可能 盯你了嘛 反正没盯我 差一点 差一点盯到了 不速之客 对对对对 那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没错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们要同样的送给我们的泽南 看看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最深刻 对我而言吧 应该就是 坐服务车 因为那天真的拍了好几条 然后每条都要做 前前后后加起来做了特别多 手都麻了 一直在做服务车 对 龙跟叶也做了很多 对 但是你印象最深刻 不应该是在车里被诬险把衣服 全部都扒掉那场行吗 对 好的 好的 你特意避开了这一场 但是被你的男团当中其他的队友补上了 好 好 好 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问啊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是这个身怀绝技 那各位 你身上有什么别人无法替代的强点最强点 乌立鹏先来好不好 立鹏 好 强点 强点就是 身材好 那个就是我想表达一种就是优秀且不自知的状态 因为我真的想不到是 是什么是强点 可能他们觉得就是 我是可以保持六个月不孝 然后就一直就是一个特别死沉沉的脸 所以觉得我能保持住才让我来演江窜 觉得你很高冷是不是 对 但其实特别痛苦 就是不能跟大家 特别想笑是吗 说说想笑 我半年都没有跟龙龙怎么讲话 因为你要恨他 但是他太难恨 你要在那个情绪和氛围里 对 对 对这个对于演员来说 真的是好演员必做的功课 我们接下来看看 瓦尔有什么必备的技能是 是别人没有的 自己的最强点 我前面想说弹弓 但是我心想我又给老板交了一点 我可以拿把自己拿弹弓射出去 这个应该比较难吧 一个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技能算是 明白了 我特别期待看一下我们的社处担当 社处担当 高级昌你有什么自己的最强点 别人不可替代 别人都没有的 皮肤黑 皮肤黑 社处担当说出了自己皮肤黑 是是是 社处担当很在意自己的肤色 好啦我们谢谢刚才所有人的分享 但今天真的我们看到重启男团来到现场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他们刚刚亮相的时候 其实是缺一个属于我们重启男团的pose的 如果我们现在让他们现场未免有点难为大家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个老师好不好 他帮你们设计了一些动作和pose好吗 我们再次把小白请上来好不好 没错让我们有请小白白浩天 欢迎小童回到舞台上来 对再次的有请小童 哇小童变装完毕 哇小童这一趴任务很重啊 来来来站中间站中间 小童请到我们台中来 是知道接下来的任务了吧 就是你要给我们的重启男团设计一个动作 他们亮相的动作 或者他们的ending pose都可以交给您毛老师 那我朝哪边 你先朝他们做一遍 我怕他们学不会 小白已经想好了对不对 就是 分解一下 我们是 灰头土脸的 灰头土脸的 哥哥 哇 还挺押韵这个词 谁帮我拿 我来 这样 我们让小童一边说着 然后一边来吧 我们是 分解动作 第一步 我们是 灰头土脸的 灰头土脸的 的 的 别打我 哥哥 可以吗 分成4% 我们是 灰头土脸的 哥哥 哥哥 我们要小童面冲大家 面冲镜头 再来一遍吧 这样跟大家就完全是一个方向 各位成员请看好 再来 毛老师 我们是 我们是 灰头土脸 灰头土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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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所以小童这个的 一定要是左手打一下 哥是左手 的 哥哥 我们是 的 灰头土脸 的 哥哥 各位学会了吗 好 浩哥注意左脚还要垫起来 左脚要垫起来 好 这样吧 我们一会这样 让小童来喊口号 在前面给我们带一下 我们先一起来一遍 好不好 好 来 展示时间 3 2 1 有请小童 5 6 7 8 我们是 灰头土脸的 哥哥 大家学会了对不对 这样 我们小童 我们的老师先休息一下 我们请大家再来一遍 毛老师 您先看一下 他们先做一遍 谁不行揪出来重点交 好吧 上上小课 5 6 7 8 我们是 灰头土脸的 哥哥 最后重心有点不稳 有谁是您觉得需要叫出来重点上小课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 龙哥对不起 那您可以 需要重新上小课吗 我学会了不用 不用上小课 龙哥 您学会了对吧 我学会了 那你学会了那你就单独来一遍吧 对不起 我们来咽一下作业 对 这样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不然龙哥有点不好意思 好 但是这边要做好 好 这边一定要跟上好龙哥 你在C位 所以一定要做好 来 我们还是请毛老师给他们喊口令 好 5 6 7 8 我们是灰头土脸的哥哥 哇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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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这样我们再让他们最后自己来一遍好不好 就是要把我们是这句话也喊出来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因为怕刚才有的没提老师没拍到 来 我们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好 那这样我们请龙哥来给我们喊口号吧 难度升级 是321对吧 对 5 6 7 8 5 6 7 8 5 6 7 8 我们是灰头土脸的哥哥 哇 掌声送给他们 厉害厉害厉害 是的 看出来我们的重启男团每个人都各怀绝技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团队中呢 听说好像还有跳女团舞跳得特别好的 最近好像有一位在微博上发了自己跳女团舞的视频 是谁啊 自己往前一步吧 来 往前一步吧 主持人就不费事儿cue您了 是的 流畅同学 既然我们流畅跳的是女团舞 那么今天呢我们很美的小童也来到现场 我们要加一个小小的考验 就是我们要请流畅和小童来现场PK舞蹈Maria 好不好 好不好 小童我帮你拿话筒 来我们请两位站到中间 两位来到舞台中间 刘畅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刘畅加油 我代表小哥的粉丝 各位准备好了吗 好 三 二 一 音乐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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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刘畅 谢谢小彤 谢谢 再次的感谢我们重启男团的各位成员 来到我们今天见面会的现场 也特别的感谢小白 谢谢孟小彤 各位请回座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先稍是入座休息一下 刚才看到我们的重启男团 每个人跟我们回忆拍戏的趣事 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拍戏的时光